跟你做个弯壳 弯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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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 然后用这个 这样小的 就慢慢削 不要一下子 削很幼 这个会裂开 竹子会裂开的话 就不好看了 而且也不好叮 然后就 一起一起看 有没有看到它的姿势 所以 也要用后面 也要走前面 前面后面 前面后面都要用 都要用大 好 这样就好了 然后呢 如果这个 有点开开的话 我们就把它 夹在一起 因为那个 竹子的时候 弯的弯弯 弯的话 我们就 堆子 固定 然后就把它 盯上去 用这个脚固定 好 没关系 因为这个 很高线 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就这样 一直 很粗 不是这个那么细 这个很细 台风一下子 就会走 所以很粗 就像板钢筋 然后转过来 就像板钢筋 一样 这样 这样 这个铁丝 可以细了 这个铁丝 可以细了 我是示范 这样 给它转 转 转一次 你这时候 就要抓 这样 这个铁丝 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个 铁丝 因为 如果都是铁丝 铁丁 不没关 而且是 我们以前 原住民的房子 都是用 用铁 来绑的 这样好的时候 就觉得 转圈圈 这样 比较好 有花的图案 然后觉得这么多了 这个 剩下的 就往里面塞 因为没有带手 没有带手 这个 那个木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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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是小的 对 对 这个 这个 好 然后 然后 木条 看到吗 然后这 这一边 四脚 是吧 就躺在那个 柱子上面 然后再用 那个 那个 铁丝 那个 铁丝 ところ 铁丝 那个 铁丝 铁丝 蝦們這邊要先挖,因為水泥跟水泥不會黏住 所以先用那個阿桃打一打 先打一個洞一個洞,然後再灌水泥 比如說這個碟絲 那個碟絲是很粗的,不是那麼細 那個碟絲都還沒有粗的,就把這個直接裝上去就好 好